好 到你了 欣宇 温柔 蜜糖 幸福的贤妻 美丽的绽放 还是因为接触的比较短 可能就是第一印象给人的 什么呀 感觉就是温柔 然后就是我也觉得 你现在是在一个 就婚姻很幸福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你 就看到 就是你老公对你有多好 是 但我确实挺好 但是很多人都不这么想 为啥呢 因为我跟我老公 从官宣之后 就大家一直就觉得我 看上我老公的钱啊 这种 觉得我 好像很有手腕那种 别人就觉得肯定很有心机 然后跟我老公在一块 就是为了他的钱啊什么的 因为我自己就想说 我肯定不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个一个人在外 还是因为爱他 哪怕他是普通人 我都会跟他在一起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我们要不做一个 那个婚前的那种 财产 对财产 对对对 然后他就朝我来去说 你神经病了 所以他还是很信任我的 对 没必要老婆 真的没必要 我爱我老婆 我跟他既然要结婚了 我的东西全部都是你 网友有些东西吧 他可能也有酸的一面 他觉得心悦嫁得好好啊 是我娶得好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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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因为他嫁给我之后呢 就好像不只要照顾我 还要照顾家里所有的 因为我还有我弟弟还有妹妹 那他就是大嫂 顾及所有人 我爸妈还有一些亲戚 就一起去去旅游 他就全程 行李全部都打扛了 让我爸妈非常非常非常的 的爱这个媳妇 对 我老婆有个有个外号 叫做中华小曲库 我爸妈那个年代的歌 他没有一首不会 啊能配合 他全部都会唱 所以是我的家里的老人家 都很开心 很会搞气氛是不是 对 他就特别的温柔 就特别嫌肃 他是一个爱的很简单的人 星月就他那个眼睛里面 看那个林峰的时候 真是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觉得这个好羡慕 邹凯在那边都这样了 哎呀 羡慕 哈哈哈 是 演唱 演唱 完了 这 演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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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唱